本章分享的是高科技的股权分配计划 正常高科技的股权分配计划在美国是这样子 也就15%的话是给创业者的知识股权 就是创业者就提出这关键idea这个地方 然后35%的部分的话作为未来 全国就是未来员工的分配期权 然后创投的部分都赚50 也就是基本上来讲这50 50的话是 技术股的50跟资金股的50 但这技术股的50的部分有35%是给未来的 也就是未来的管理值 未来的技术人员或未来的高科技引进的人员的一个分配期权 那至于细节部分的话 期权当然是有时间性的限制 可能是分期 可能第一年分多少 第二年分多少 第三年分多少 那也有可能基本上来会加入一些所谓的固定价格认购 也就是说他做满多久的时候 他才可以认购多少股份的期权 那价格是固定的 那未来甚至还有规定说未来多久之后才会卖 那重点是如果这个员工做不到那一个时间的话 可能他就拿不到了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他有一些管理者的功能 那我们吸引管理者 为什么要吸引管理者 有很多人在讲创业 创业既然你融到资金 你当然就要找一流的人才 请各位注意 第一个你一定要得到资金 那如果你没有得到资金的创业者怎么办 那你就是快速学习什么事都自己来 不然就是找朋友找人脉嘛 那如果说你拿到钱之后 你要吸引一流的人才 他有三大好处 第一个好处 一流的人才他是一个团队 他可能会带来其他一流的人才 这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因为他是一流的人才 一流的行销人才 所以有可能的话 市场会比较 因为他的知名度 他既有的关系 比较容易接受这样一个创新产品 比较容易信任这个产品 第三个部分的时候 因为他有一些固定的人脉 有一些固定配合伙伴 有一些联盟的厂商相信他 所以你比较容易打开市场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管理人的功能 那再来如果一些其他细节的 然后万一员工他今天要买 他也符合这个条件 他没钱买怎么办 很多都是一些冲头 就是天使投资人 他会借钱给员工买 因为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协助员工致富 协助员工让他体会到 这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企业 然后如果说我们讲高科技 高科技的开发产品 就好像一种白米赛 跑白米赛就是100公尺赛跑 重点是怎样 第一名才有机会 也只有第一名才有好价格 哥记得重点 那这些东西是矽谷的创业之神讲的 然后我只在听他演讲的时候 然后有一些心得跟各位分享 然后再来 针对泡沫怎么办呢 其实只要你有收入 你的收入大于他的成本 基本上你就不会怕有泡沫 也不怕被淘汰 所以这个东西讲的就是 高科技的股权分配计划 在后头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会提到一些员工的股权分配计划 怎么给稀释 怎么给变更 然后他的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 到底呈现什么样的形式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毅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